谁来管管这个渣女 你知道她都干了什么吗 闺蜜劝她不要熬夜 她嫌闺蜜啰嗦 转头就把闺蜜杀死 这么蛇蟹的女人 欺骗男人的感情 当然也是少不了 只要她看上的男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逃出她的手掌心 她叫阿珍 为了勾引富豪 她每天都会用望远镜 观察并记录富豪的作息规律 这样她才能深入了解富豪 并制定出详细的勾引计划 这天被她盯上的富豪来超市买夜宵 阿珍也来到超市 故意和富豪偶遇 她主动搭讪富豪 说自己不懂红酒 想请他帮忙给自己挑一瓶 富豪见这么漂亮的美女找他帮忙 他没理由拒绝 殊不知 自己已经落入阿珍的圈套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阿珍也成功引起了富豪的关注 从超市出来 阿珍假装打不到车 富豪见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能轻易错过 于是他邀请阿珍坐他的车回家 富豪把阿珍送回了家 下车前 富豪想请他去泡巴 可阿珍故作矜持 说自己不是随便的女孩 而且闺蜜还在家等着他 于是拒绝了富豪的邀请 可当他下车走到家门口时 他却停了下来 因为他听见 闺蜜又在和陌生男人开party 此时富豪看出了阿珍的犹豫 于是再一次向阿珍发出邀请 阿珍没有犹豫 立即上了车 富豪把阿珍带到了自己的别墅 阿珍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自己密谋的变态计划 终于可以实施了 他抱怨屋里太热 说着就把外套脱了下来 也趁机向富豪展示他曼妙的身材 两个人越聊越开心 可阿珍还是觉得太热 于是 夺过富豪手中的冰淇淋吃了起来 随后富豪给阿珍展现他的实力 这满墙的红酒价值上亿 富豪表示 这只是冰山一角 说完就开了一瓶价值千万的红酒 两个人一饮而尽 气氛烘托到这了 两个人自然就确立了情侣关系 第二天晚上 富豪接阿珍下班 正当他们走到停车场时 却发现有个小偷在撬富豪的车窗 富豪大声呵斥 让小偷赶紧滚 不然就会报警 小偷不仅不怕 还辱骂富豪是个怂蛋 一旁的阿珍不乐意了 拿起瓶子就朝小偷砸去 这下把小偷惹怒了 他抄起铁棍冲上前 把富豪的腿打折 然后扬长而去 富豪在地上疼得嗷嗷直叫 第二天 富豪就坐上了轮椅 右腿也打上了石膏 想要痊愈 至少要大半年 阿珍不停地向富豪道歉 并且还主动提出 要搬来和富豪一起住 还要亲自照顾他 富豪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富豪以为找到了真爱 却不知道 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